這算是我近期發現最最好用的東西 我怕不會刺痛 然後加上它又是藥膏 它效果真的超級好 請記得訂閱 喜歡這個影片 然後分享給朋友 看得出來我現在是人在防禦旅館的狀態 就是我的書桌 然後還有櫃子 就是很奇怪的感覺 因為已經覺得很久沒有錄影 那我也非常久沒有化妝 就我剛剛打開我的化妝包 天啊我從來沒有這麼久沒有化妝 因為我是一個人 然後在這個房間我就覺得 好像不用化 你就只要回歸自然 然後每天都素顏的那種狀態 就是大家都說會不會很無聊 好像坐牢或者什麼 可是其實剛開始我還蠻享受的 就我覺得可以有一個時間 然後完全你自己想幹嘛就幹嘛 雖然我大部分也是在剪片上 音樂什麼的 然後你就看電視 然後用電腦什麼 我就覺得很享受 然後可以狂睡覺 然後又有人送三餐 不能出去就會覺得好像 就一直困在這個地方的感覺 但其實這個作息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很窄的人 我在防禦旅館裡面是覺得還OK 在我的Instagram上面有跟大家講說 Check in了70公斤 然後又寄了80公斤 那這裡面 當然除了我們原本的行李之外 就是還有一些很好用很好用的藥妝 之前我已經發過影片介紹一些我在澳洲覺得很好用的藥妝 那如果你還沒看過那部影片的話請按這邊 是這邊嗎 還是這邊 反正如果你還沒看過那部影片的話可以看一下 那部影片就是有好幾年在澳洲 然後覺得超級好用的東西 所以我都有介紹 那今天就也算是一個美妝好物的第二彈吧 這些東西也是我用過覺得好用 那但是勢必一定要帶回來台灣 就可能我自己要用 或是我家人要用 然後還有囤貨的東西 那之前在上一集介紹過的東西我就不再介紹了 今天我就是要介紹一些我新發現的好用的東西 好那第一個部分我要講的是 因為我是一個資深過敏兒 我從小到大超級多過敏 小時候就是除了那種異位性皮膚炎 濕疹然後哪裡乾癢 這些都是基本盤 然後像流鼻涕啊氣管 然後再來就是到牙齒 我如果沒有刷薯酸釘 然後還有眼睛我也會超級癢 就一個季節就叫過敏 所以我從小就是我的關節這邊都黑黑的 然後膝蓋後面也都就是懶懶 就是很癢然後一直抓一直抓 那我媽還帶我去診所 然後測試過我的過敏院 就是看看是不是什麼香菇或是海鮮或什麼 所以我算是一個資深過敏兒 我就從小一路到大就是講過敏兒來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我一定會囤貨的東西就是過敏兒的東西 其實有好幾個 就有些比如說像濕疹或是鼻子 就是各式各樣那種 但剛剛我講我這些症狀都是都會有 第一個我要介紹的是這個 Derm F他們家1%的Cream 你的過敏症狀是可能會起蕁麻症 濕疹就是那種一塊一塊發在皮膚上面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完全就是可以用 那它其實是幫助你止癢消腫 因為大家知道就是長蕁麻症或是什麼那種出來 是真的是整片你就會覺得癢到爆 有些人可以用冰水或是什麼 就忍耐不要抓 可是我真的是會爆抓爆抓 因為實在太癢了 所以這個的話可以幫助你止癢 然後消腫 然後甚至是消炎 因為過敏就是它整個在發炎的狀態 然後所以它會非常的灼熱 我當然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點 因為我這個是1%的 所以那時候我去藥局看到Chemix Warehouse 它是只有0.5%的 這個1%是我特別去跟藥師講說我的情況 那它就有問說那你是吃到什麼東西會過敏 新鮮的甲殼類動 軟殼蟹這些東西我就一定會保過敏 然後它就說那我給你這個1%的 所以這一個是特別要去跟後面的藥師講 那通常如果發起來的話大概差一兩天 這個就是會沒事 這個的話我覺得非常好用 就算是我的一個常備藥品 然後這個的話也是算是有類固醇成分的 因為我覺得過敏發起來我真的麻煩管它有沒有類固醇的 我就是真的就是需要馬上要止癢 但是通常都用一到兩天就可以緩解 所以這個的話是我鼻臀的一個東西 好第二個我要講的東西是一個藥品 當我在擦這個類固醇藥已經沒有辦法hold住的時候 我整個情況已經大爆發的時候 我就會使用這一款 然後這個是叫做Zertac 那這算是一款口服的抗組織胺 它完全可以緩解你身上的過敏反應 那像它上面有寫如果你有些人過敏會一直狂打噴嚏 然後或者是它可能狂流鼻水 那再來就是比如說眼睛會濕 就是可能不想揉眼睛不舒服 或者是花粉症 那這些過敏的症狀都是可以用Zertac來做緩解 那它是每天吃一顆 我記得有一次是我過敏非常非常嚴重 反正我也就是去吃了一個韓式吧 然後那個韓式可能它那一天的湯不知道是用什麼東西熬的 因為我絕對不可能點海鮮 因為它就知道我不能承受嘛 然後那天的湯不知道是用什麼東西熬 就整個發起來 就腫到一個不行 就整個腿然後身體都有 然後我記得我還請病假 那時候就去看GP GP就給我開了一個超強的類固醇 它給我開了超強的類固醇三天 然後再搭配這個Zertac 兩個一起下去 然後大概就吃三天 所以就消了 所以我覺得Zertac真的很不錯 它算是居家常備的藥品 就如果你真的很嚴重的話 一定要去看醫生 就有時候你過敏久了 你就會知道 喔這個情況就是我可能剛剛吃了什麼 裡面有什麼 那我就吃一個這個 或是我稍微擦一下藥 可能幾天就好了 所以就是久了 你就會大概知道自己身體的狀況 那Zertac也是一個我覺得一定要常備的東西 就是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這個Zertac的話 它是不需要處方前的 所以那個時候醫生是開給我類不存的藥 但是這個抗阻治安的話 就是你直接走進去Campus Warehouse在後面 它就有賣了 好第三個東西呢 我要講的是我近期發現最好用的東西 就看到RF Jessie的推薦 它就拍照說這個東西也太好用了吧 我就想說好吧 姑且一試 然後我就去藥局買了 Fest他們家的Spray 喔因為我現在有兩罐 因為我現在就是存貨的狀態 所以我有兩罐 這一罐是我已經每天都在用的 它裡面是長像這樣 說它是完全用天然的方式 就是緩解你鼻子裡面的不舒服 打開就像這樣 但是這個要注意就是 只是個人使用 你不可以跟人家share 很簡單 你就把這一根 戳到你的鼻子裡面 然後你就在這邊把它壓下去 那它裡面就會有液體 從這裡面噴出來 然後噴出來之後 就噴到你鼻子 就這樣 大概每天2到6下 如果你是成人的話 就大概2到6下 然後我記得 他們家比較有名是小孩的版本 就是可能小孩可能鼻子不舒服 但是他們不會把鼻涕弄出來 或者什麼的 就可以幫他噴 但是因為小孩的 information 我沒有辦法給 因為我不是很清楚小孩 它完全就是也是一樣 它是針對那種花粉症 然後或是鼻塞 或甚至過敏 因為我在鼻子的部分 真的算是過敏的蠻嚴重 然後我在台灣 還有買過沖鼻子的機器 就是那種一整大台 然後我們就要放在那邊 然後我幾乎就是 可能到過敏的季節 比如說換季 我通常就是會一直狂沖 不然我就會很不舒服 我早上就是會狂消耗衛生紙 就覺得它真的是可以緩解 就是我鼻子不舒服 然後鼻塞那種感覺 自己使用的感覺就是 你噴完當下 就會覺得兩個鼻孔都是通的 但是可能當然就是隔一陣子 你可能就是有會再阻塞 但是它其實沒有限制說 你一天要噴幾次 因為它算是一個天然的成分 所以它其實不會 對你的身體有什麼危害 所以我用起來也覺得很放心 因為澳洲的東西 就是真的很天然 這算是我近期發現 最最好用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超級好用 然後我就有多囤一個 但而且感覺它一罐可以用很久欸 它這個是最original的 我記得它好像還有別的 不太一樣的味道 但是我就是買這個原本的 我覺得超級好用 這個就是用鼻子的東西 然後最後一個過敏兒的東西 我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吸鼻子的東西 就是大家有沒有看過那種 泰國的吸鼻子的東西 然後它也是大概這樣的大小 然後後面它會配 算是精油嗎 就是一個涼涼的油 打開就是可以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放在這邊吸 我一直以來都是用泰國內 那時候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時候 我就養成了用泰國 這個吸鼻子的東西的習慣 因為那時候就輪班嘛 然後很早起 那就很需要一個東西提神 然後加咖啡 就是那個時候養成了習慣 後來我就不用泰國了 因為自從我認識了它之後 我發現它比泰國的還涼 我覺得它超級涼 真的可以讓你整個提神 洗腦然後進到裡面 所以如果你也是過敏兒 我就會用完這一個 然後可以再搭配這個 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樣 嚴重的過敏兒的話 我就會可以跟我看這個 好那過敏的部分已經講完了 我們接下來就要進入藥妝了 藥妝其實大概就是跟之前介紹的一樣 大同小異 我喜歡的防曬 我喜歡的痘痘藥 這些東西我都有再帶回來 然後又有再多買一點 但是我又發現了新的好用的東西 第一個要介紹的東西就是這個 Betadine Betadine它算是一種點酒嗎 我應該這麼說嗎 你記得就是小時候可能 比如說很愛跑來跑去 然後手上 然後媽媽都會拿那種優點 但優點一擠出來不是就是液體 你弄到你的傷口你就 這什麼感覺 然後就會馬上貼上我可以繃了 通常小時候就是用這種東西 但其實這個東西它也算是大同小異 然後只是我覺得它非常棒的地方 就是它是藥膏裝的 因為你記得那個優點擠出來 然後你可能動一下 然後它就全部都留到你的腳上 然後就會覺得還要再拿蚊子擦 但這個不會 因為它完全是膏狀的 我吞了三個 然後這是大條的放在家裡 然後這可能就是給家人 其實我後來覺得長大之後 就很少再用優點這種感覺 因為長大之後 比如說受傷或是哪裡流血或怎麼樣 我基本上都是用抹刮霜 就一點點割傷或是什麼的直血 你需要它可以消炎 然後可以殺菌 然後也可以預防感染的話 我真的覺得Better Team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第一它是膏狀 第二它不會刺痛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 點酒是不是一個很刺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我傷口比較大的時候 我真的會覺得 就是很刺痛 但是這個我自己使用起來 我覺得它刺痛的情況 我覺得還好 但可能每個人感受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它不會刺痛 然後加上它又是藥膏 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值得買 下一個東西呢 也是我們朋友介紹我們的 會不會覺得吃完東西 然後那個東西就是 沒有消化下去的感覺 你會覺得你可能吃完飯 因為現代人就是吃完飯 然後你可能就是看電視 然後滑手機 東西就是卡在這邊 然後下不去 然後你整個有時候覺得肚子也是 長氣 就是當你腸胃不舒服的時候 就一直以來 我都是用金十字胃腸藥 然後我都會帶胃傘去學理 但因為這次真的太久沒回台灣 然後我的胃傘就已經沒了 所以我真的難法 我勢必要找一些當地的東西 然後就遇到這個東西 這一個東西 然後它是叫做quick ease 聽起來它的名字就是很像快速 可以舒緩你的身體的不舒服 那它其實就是算是一個消化糖 它主要是緩解那種胃脹氣 然後你不舒服帶來的heartburn 或者是你整個會有灼熱的感覺 或是有時候你不是會 真的覺得很不舒服的時候 是胃酸整個上來到這邊 然後就有點熱熱的感覺嗎 這一款呢它算是一個消化糖 但是它非常能夠緩解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尤其是脹氣 那你脹氣然後就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整個站在那邊 然後你有沒有辦法好好做別的事情 然後你就會一直覺得很不舒服 我覺得這一款的好處 就是它完全不像在吃藥 為什麼會叫它消化糖 因為它真的很像一個糖果 我囤了三條 它的樣子其實是非常像 森永牛奶糖 然後它一小顆的話這樣撥開 然後它裡面就是 它就是一個軟糖 它其實跟森永牛奶糖的大小蠻像 然後我就會咬起來也蠻像的 就是它就是那種軟糖 可是只是森永牛奶糖 它是就是甜的那種 因為它其實有出兩種口味 然後我這一款是pepper mint 然後另外一款可能就是美國的口味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pepper mint的口味 我覺得吃起來就會很像清見口香糖 但其實它看起來是森永牛奶糖 吃完可能就是大概一分鐘吧 一分鐘之後 然後你馬上就會覺得 整個胃的地方這邊都緩解 有時候你可能就是一個大餐 大家聚會 然後或者是吃到一個會漲氣的東西 你真的覺得很不舒服的時候 它又很輕巧 就不像微散 你要怎麼帶在包包裡面 這東西就是完全可以放到你的包包裡 可能一不舒服你就拿出來吃一下 我覺得這東西非常方便 就真的是絕對是一個常備的東西 記得我上一部曾經推薦過水光針的面膜嗎 那他們家的保濕面膜我覺得很好用 然後他們的洗面膜我不是也有推薦 這次我也是買了兩條畫的屯 但那些已經屯在那邊了 我就不說了 因為之前就已經講過 今天我又發現他們家好多種東西了 就是他們的黑面膜 我覺得他們的面膜真的超好用的 那時候也是 我就在看有什麼東西可以買回來台灣吧 店員就跟我講說 他們家面膜都還不錯 那我就想說黑面膜好用嗎 那我之前有看過代購 然後有介紹過他們的面膜 就說它會整個起泡泡 然後因為它上面有 Oxygen Bubble Face Mask 所以它是會有泡泡整個出來的那種 那我就其實我沒有用過這種泡泡面膜 那我也很難想像就是 泡泡面膜是什麼概念 Chemia Square House會比較貴 但是如果你去那種華人的代購店的話 我記得它是一盒大概有七片 然後七片就是像這邊只剩四片嘛 我們剩下一定用掉 那七片的話就十塊錢奧幣 我覺得很值得買啊 然後想說喔好十塊那就買試試看 然後我前幾天已經用了 我覺得超級驚人的好用 因為我跟Roger一起敷 然後他在他房間 我在我房間 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但是敷上去的時候 我覺得並不是那麼的方便 像平常片狀面膜 你可能就放著 然後你可以做別的事情 你可以用電腦可以看電視 但這一款面膜呢 因為它會狂出泡泡 我覺得如果沒有用過泡泡面膜的人 可能不知道我講是什麼意思 但是它真的是從你臉上的皮膚 然後它就一直冒出泡泡 面膜上面它就一直冒出泡泡 然後就會有那種泡泡的聲音 然後你耳朵都聽得到 你自己臉在狂冒泡泡 整張面膜紙就會越來越重 好像越來越要掉下來 所以就是用這個面膜的話 你可能真的就是要休息 你不太能夠再繼續上網 看電視 它就一直掉下來 然後就可能隨時要往上 弄一下它那個面膜紙的位置 它的精華液或是泡泡 我不知道那些那些東西 其實是有點薰炎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 在敷上去的時候 有點麻煩 我覺得它的效果完全就是 我跟Roger用完之後覺得 完全可以再推 它效果真的超級好 它面膜一拿下來之後 它後面指示說 你就是稍微把精華液推進去 然後再用清水沖掉 最明顯的地方就是你兩側這邊 完全就是讓你的毛孔 全部都縮起來 我覺得超級驚人 就真的是我這兩家的毛孔 已經縮起來大概80%到90% 鼻子就是毛孔比較大很多 所以鼻子其實也被清得很乾淨 但是我覺得最有感的是兩家 整個膚況非常非常好 做一用啊 就真的覺得不管它多麼的難放上去 然後用的時候不能幹嘛 我都願意 因為我覺得它實在太好用 但我知道它有另外一款黑面模式 它還可以清潔加美白 我也不知道 所以可能下次我會去澳洲的時候 再推一下這個東西 但是so far 我覺得這一款真的超級好用 然後接下來我想要稍微講一下 我這次買的保健食品 每天在吃的保健食品的話 就是他們 我一定會每天吃這三個 然後各一顆 第一個這一個的話 就是維他命D 維他命D其實大概前一兩年 把它非常非常的紅 維他命D可以抗癌 然後可以對身體好 或者什麼 那其實很多人都說 喔維他命D你要吃這個幹嘛 你去外面曬太陽就好 但其實如果你要曬到你足夠的量的話 可能皮膚就已經泛紅脫皮 所以其實你真的很難靠天然的陽光 或者是你食物的部分 要補充到足夠的維他命D 第二個我會吃的話 就是這個益生菌 它原本是長這樣 就是我還要再多吞兩罐 其實我吃過蠻多益生菌的 我也吃過Black Morse他們家的益生菌 你知道益生菌一罐都很貴嗎 就是可能大概38塊39塊 所以我就會覺得這麼貴的錢 我就希望它吃有用 但是之前Black Morse 但是我完全沒有太大的感覺 我覺得每天都不知道在吃那個什麼 但是這一款的話 基本上我腸胃都還算OK 因為我原本都是吃Black Morse 然後去年吧 我好像就真的覺得很不舒服 腸胃很不舒服 但我說不出那種是什麼感覺 我去看醫生 然後也去驗了幽門感菌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喔好如果有幽門感菌 我就吃藥 然後這樣應該就可以緩解 結果沒有幽門感菌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我到底是哪裡不舒服 然後所以後來我就改成了這一款 醫生菌 然後這一款醫生菌 其實後來我就沒有再發現 有這麼不舒服的狀況 因為那個不舒服是持續一個很長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胃稍微有可能一天不舒服 你可以去吃我剛剛說的那個消化糖 可是如果你是長期 就是會覺得一兩個禮拜都覺得不舒服 然後甚至影響你做任何事的話 我覺得你就可以找一款 適合你的醫生菌 或者是你就真的要去找醫生 請醫生推薦 好第三個東西的話 這個東西是我完全不可以一兩天沒吃 完全不行 因為我是一個高度近視 近視大概900度 非常的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我真的很願望 就是我也沒有在黑暗當中看書啊 滑手機 我真的沒有 螢幕使用時間也是跟大家一般人一樣 然後我去看顏刻 就是他也說你的時間就是quite average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己近視那麼深 所以呢我每天會吃一個夜黃素 會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大概兩三天沒有吃 我眼睛就會酸到爆 不但是酸 甚至還會有點水水的 就是開始要流淚的那種感覺 那我就會覺得啊 真的很難受 所以我現在就是每天都會吃一個醫生菌 我就沒說自己不要忘記 因為我忘記 如果大概兩三天的話 他馬上就會提醒你 欸你忘記了 其實我覺得保健食品 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吃了就是 沒有太大的感覺 然後你也不覺得說 這東西到底有沒有用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 我有感覺的 剛剛夜黃素 就已經講過 如果一天 兩天沒有吃 我馬上眼睛就會非常非常的酸 這是我自己做過我自己的試驗 然後就覺得非常的有感 那再來醫生菌 我剛剛也有講過 就沒有油門感覺 但是卻還是覺得腸胃很不舒服的話 後來我就吃這一款 就真的緩解 然後後來就再也沒有這種感覺 但最後一個我要講 維他命D要怎麼樣有感覺 就是抽血 我一直以來抽血 我的維他命D 它都是寫sufficient 好像是50以上 就是足夠的吧 我忘記是什麼單位 或是什麼 我每次去找GP 我都會加抽維他命D 這一關血 因為我要make sure 我的維他命D是有上來的 就不要一直吃這個 然後到最後它還是不夠 那我可能就要換品牌吃 或是怎樣 那今天大概介紹一下 我從澳洲 存了什麼東西回來台灣 那看完我介紹這麼多東西之後 有哪一個東西是 你覺得一定要存 這個東西真的是買得好 應該要帶回來 歡迎你們留言告訴我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掰 我會覺得有點緊張 他現在應該可以 那些什麼事情 可以說 所以我她在看完 我是不夠的 消極 有什麼事情 我就是一個事